PS5连接音箱的第八种解决方案 蓝牙连接 这是一个5.3的蓝牙发射器 把它插在PS5上 我这个音箱前面连了一个解码器 双目三菱的第六 它有一个蓝牙5.1 可以接收蓝牙信号传给音箱 距离就是这么近 这个小东西几十块钱是5.3的 那个是1000块钱 是5.1的 它俩之间用的是5.1 所以说并不能发挥这个小玩意儿的最高性能 如果你有一个5.3的蓝牙耳机 特别是延时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延时很低的 现在它俩走的是5.1 写意走的是SVC 延时是有的 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延时怎么样 对比的是有线连接 我把手柄下面的3.5毫米的接口 这样连到一个RCA接口上 直接连音箱 现在收音的麦克风在我的领子上 是罗德的Wireless Go 现在是有线连接 应该是没延时的 咱们先看一下主菜单的延时 然后再看一下下面菜单的延时 然后再进游戏里边看一下延时 几乎是零延时 完全可以接受下面换蓝牙 我们同样先测试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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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下面的 好 下面进游戏 好 下面进游戏 好 下面进游戏 反正我的主观感受是有延时的 而且延时很明显 我不知道各位看的效果怎么样 我是接受不了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介绍过六种的连接音箱的方式 有电视的 有显示器的 后来还做过一个视频是电视的 那是第七种 这是第八种 第九种 等我那个宝贝到了 到时再和大家分享 关于用PS5连接音箱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有效的方式 欢迎写到评论区